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從頭到尾 使用達芬奇來調色的分享 我自己一直覺得調色是非常非常主觀的東西 可能我自己覺得 哇塞 調的超漂亮 別人也覺得 哇塞 超漂亮 但是有人就會覺得 哇塞 你在調什麼東西 超醜 所以呢 就是非常主觀的東西 但是你一定要先自己喜歡你自己的調色 如果你自己調的色 你都不喜歡了 那你想要幹嘛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進我們的達芬奇來調色吧 OK 那我們就來到我們 DaVinci Result 我們的調色介面 那我們調色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一定要先來看一下我們的Color Management 你要依照你不同的使用需求 來調整你不同的色彩管理 像是有人要用ASIS 像是我現在都使用這個 DaVinci Wide Gamut 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你只要把影片丟進來 然後選擇你要最終輸出色彩空間 就OK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那我們現在就是設定 我們最終輸出是Rex709 Gamma 2.4 現在我時間軸上面有各種不同的相機 像是我有這個H.265的GoPro拍攝的畫面 那還有這個BMPCC拍攝RAW檔的畫面 那我們還有拍攝不同天 不同拍攝環境 跟不同光線的畫面 還有我們 DaVinci Result 這種Fusion的片段 第一個步驟呢 你要先在你的片段點右鍵 確認一下你的Input Color Space 是不是正確的 像是我們現在是Rex709 Gamma 2.4 那這是正確的 如果拍攝RAW檔的話就比較神奇 如果你點右鍵Input Color Space 你什麼東西都沒有 因為DaVinci Result 它會自己偵測RAW檔 到底用什麼相機拍 然後自己幫你套上一個色彩轉換 那如果我們按Bypass Color Management 我們就可以看到真實的RAW檔到底拍出來是怎麼樣 99%的情況 DaVinci Result 都非常厲害 它會幫你自動偵測你的Input Color Space 然後都還蠻正確的 但是有一些情況像是你使用比較老的相機啊 或是比較特殊的相機 那它可能偵測不正確 它可能跑到什麼Ari 什麼Ari Log C之類的 然後你就會發現 哇塞 我的顏色怎麼那麼神奇 然後你如果現在沒有先把你的Input Color Space確定好 然後你就直接開始調色的話 你就會做了很多白宮 通常它偵測錯誤就是這個SRGB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會錄一張照片 那它自己可能就會跳到RAC709的部分 那你就要自己來挑選SRGB 你才會有正確的色彩空間 那基本的色彩管理跟色彩空間選擇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開心的調色啦 那我自己也習慣 第一個圖層我們加一個Noise Reduction 那就是依照我們個人照片屏值 跟我們到底想要呈現怎麼樣的風格來做調整 那加了一個Noise Reduction之後 我們就直接按右鍵 然後Save as Share Node 然後我們直接就把它Disable 接著我們就把這個Disable的降噪 直接複製到所有的片段當中 那因為Noise Reduction真的是太吃GPU了 所以我通常就是把它關掉 然後到輸出之前我才把它打開 除非那個片段真的是太多雜訊了 會影響我的判斷顏色 不然我都會把它關掉來進行調色 接下來我們就來增加我們的圖層 最基本我喜歡開三個 這第一個圖層我喜歡來調整會影響整體畫面的東西 像是整體的曝光 我們的對比度啊 我們的飽和度跟顯眼度啊 我們色溫跟色相的部分 那下面這個圖層我就會依照不同的相機來做不同的調整 像是我們如果用RAW檔拍攝的話 我就會使用High Dynamic Range色輪來做調整 那如果像是使用GoPro拍攝的REC709檔案的話 我就會使用我們的Primaries Wheels 跟我們的Log來做搭配使用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進行我們的調整 那像是我們的Specular最高光的部分 我想要把它壓回來一點點 那我們Highlight提亮一點點 就把我們的高光對比降低 那我們Light也把它提亮一點 讓整體的高光再濃縮一點點 那接下來我們暗部調整的部分 然後我想要讓我們的暗部增加對比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Shadow拉起來 然後我們的Dark把它壓黑 讓我們在原本比較暗的地方 讓它變亮了一些些 那我們再回去第一個圖層 我們把我們的對比再降低一點點 然後我們再用我們的Dark 直接壓到我們喜歡的黑色的程度 像是這樣子 那下面這個圖層呢 我們就看使用需求 像是我們想要增加一個漸層 這樣看起來好像就是把我們的桌上反光 變更強 讓上面更亮了一些些 經過這些步驟 然後我們就可以快速從我們的Before 到我們的After 直接增加我們影像的質感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進行會改變顏色的部分 像是我們想要把一個藍色變得比較鮮豔一點點 或是把一個藍色變得比較綠色一點點之類的 那我們就可以來我們的曲線工具 像是我想要讓這上面的藍色變鮮豔一點點 我們就點選它把它拉起來 然後我們來選擇一下我們需要的調整空間 那像是我們現在畫面中 綠色其實沒有很多 只有一點點而已 那我想要讓這些顏色變得更凸顯的話 我們就把我們的綠色部分 直接給它降低一些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Before跟After 看看我們到底增加了多少東西在上面 接下來你可以一直持續這些步驟 然後一直去深入去調整你的顏色 像是我想要讓什麼 我這邊的皮膚色左半邊變黃一點 然後右半邊變白一點之類的 你可以超級細微去做調整 但是我們現在就先示範到這邊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調整不同片段的部分 那我們把剛剛這個片段貼到我們一起拍攝 同一個場景的畫面 但是我覺得這個畫面好像我的膚色有點怪怪的 我們就可以來到我們的Vectorscope 來看看我們的膚色到底大部分都在哪邊 Vectorscope這裡有一個膚色的參考線 那就調整一下直到你滿意為止 那後面這個片段雖然是同一個場景 但是我們的光線改變了 所以我們的顏色也稍微改變了一些 我們就要來細微做調整一下 我們色溫做一下調整 我們的亮暗也做一下調整 我們的色輪也做一下調整 那現在的調整我不需要擔心說 我們前一顆鏡頭跟後面那一顆鏡頭 到底顏色有沒有一樣 然後我們的對比亮度有沒有一樣 因為我們根本不需要擔心聯繫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需要拍一個劇情片 或是一個小短片 你需要前一顆鏡頭然後切換不同的鏡位 需要有一樣顏色的部分 前面這兩個圖層你就需要再做更細微的調整 你才不會讓觀眾發現 你切換一個特寫 忽然你的臉變成更黃或是更鮮艷之類的 接下來我們用Primary Wheels 來調整一下我們GoPro的片段 那我們就快速調整一下我們的色溫 我們的色相 我們的飽和度跟鮮艷度 接下來我們提亮我們中間調跟暗部 亮部也給它調整一下 那我想要讓我的人的膚色跟我們的背景 稍微分開一點點 我們就用我們的色輪來稍微做一下調整 那我想要再增加一下暗部的對比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Lift拉起來 然後我們到我們Log 然後把我們的Shadow壓下去 那我們就快速調整好了 接下來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使用Fusion的話 就是我們特效 有點像是Adobe AE的部分 它的色彩管理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如果我們到了Fusion頁面 我們整個達分期裡面 只有Fusion這個頁面使用的Gamma是Linear 然後我們在Fusion裡面 它完全都不會幫我們做色彩管理 所以我們就要來自己手動的做色彩管理 我們原本這個小圖示的素材 是REC709的色彩空間 我們就需要把我們的709 2.4 轉換到我們自己設定的 時間軸色彩空間跟Gamma 然後再轉換一次就是用我們的 時間軸色彩空間跟Gamma 一個逆向操作的概念 這樣子才能在我們的影片中呈現正確的顏色 如果沒有自己做色彩管理的話 我們就會看起來像這樣子 一個平平顏色怪怪的顏色 所以如果你要在Fusion裡面做字卡 或是一些動畫效果的話 你一定要自己做手動的色彩管理 你才會有正確的顏色 那我跟大家示範調色的這一支影片 我完成之後我會放在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那這支我們今天的達分期 調色從頭到尾的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支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教學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and bye bye!